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進入尾聲 地主宜蘭縣最特別的選辦項目 蜻蜓基流標竿賽 今天在安農溪的下游展開 選手們必須要對抗團級的河水 才能多下好成績 奮力滑動手上的船槳 對抗宜蘭縣安農溪團級的水流 這是102年全中運地主宜蘭縣 最特別的選辦項目 蜻蜓基流標竿賽 選手在短短150公尺的水道中 必須穿過5個障礙門 考驗選手的體力以及臨場應變能力 蜻蜓基流標竿這個項目 它主要考驗選手對船的控制能力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項目的選手 它必須要很快速的通過一段基流 然後還要通過它架設在上面的標竿 所以如果對船的控制能力不好的話 它可能會被水帶走 蜻蜓基流是亞運以及奧運的比賽項目 台灣在亞洲有著不錯的競爭力 期盼藉由全中運 培育年輕選手 未來在國際舞台為國爭光 蜻蜓基流標竿這個項目 是亞奧運的正式項目 國內的選手就是大概以 其實這幾點國際成績上 大概是以2010亞運會成績比較好 因為它在男子的C2項目 它獲得第5名 然後在女子的K1項目也獲得第5名 正式輕艇基流項目在安農溪下游舉行 但因為水勢湍急 不少選手翻船之後無法第一時間應變 現場狀況不斷 差點演變成消防救生演習 六點TV 徐增城 孫傳賢 已然報導 也就是 也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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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